有暴徒將大學變成武器庫、兵工廠 收藏和製造大量的汽油彈、武器、物資 這種風氣更加蔓延到其他的大學 暴徒的行為和恐怖主義又再走近了一步 網上有片段宣稱在中文大學校園的情況 我們可以先看看 密集成本 八道 八道 四十七 八道 其中文髮 八道 五公 十二十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大批攻击性武器 亦都制造了武器的物料 又有弓箭 巨型的弹射器 足以将一些弓箭 汽油弹 或者砖头 发射去数十米以外的地方 更加有暴徒尝试 研点杂物 将一个很大的火球 射去露面 旁边的暴徒 更加拍手欢呼 令人心寒 这种暴力的风气 亦都蔓延 迅速地蔓延 去到其他的大学 当中最严重的包括理工大学 和浸会大学 在理工大学 暴徒占据大学外的一条天桥 继继续挟持 封锁一条 对香港交通非常重要的国海隧道 向马路和收费庭 订汽油弹 向清理路障的市民 订杂物 继中大有暴徒使用 射箭方法之后 理大亦都有暴徒 连习和使用弓箭 今早 有多名手持弓箭的暴徒 在天桥上面向巡邏的警员 甚至是路过的电单车 发射可以致命的弓箭 桥上的人继续挟 差点被椅子扔中 之后也有私家车被扔中 在近夜晚九点 有收费停火 没有出黑衣 有黑衣人离开 有黑衣人离开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我会是敌人离开 有黑衣人离开 只要有黑衣人离开 有黑衣人离开